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 2007年亚洲杯赛 C组比赛第二轮第二场中国队 同伊朗队的比赛 比赛刚刚开始场上伸穿红色比赛服的 这是中国队 中国的伊朗队非常漂亮 撩到了禁区里之后 是9号韩鹏 这个球处理的难度非常的高 但是我们看 韩鹏面对着来球 一个顺势转身 一脚撩射 两个人之间做一个配合 甚至把球控制住 再打到远端 老建青的射门 这个球一两队倒地 把球又一次破坏出了底线 这个球脱手了 还有电位 可惜这一脚射门 电偏了是4号张耀坤 这个球比较湿滑 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球落在韩鹏的脚下 韩鹏勾了一下 以来来说 也要时刻提高这种注意力 中国队又是后场的一致 长传球 穿透了对方的螃蟹 传到门前 打门 这个球被后卫队员挡了一下 我们看 这是中国队的前任主教练 米卢 六号少嘉一 韩鹏被绊倒了 中国队的前场定位球 射门 漂亮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5分55秒的时候 中国队打第一球 这脚任一球非常的漂亮 将近6分钟的时候打进一球 我们看一下 少嘉一 这个球角度非常的刁 对方的门将 虽然伸手扑了一下 他显然有点犹豫 这个球还是飞进了球门 这个球守门员的扑救动作 有些业余 有点业余 刚刚开场6分钟 距离球门也更近一点 射门 球打高了 二号马达维基亚 手机短信 1到9999 老建青 倚住对方的二号马达维基亚 过去了 非常漂亮 传回来 哎呀 这个时候中国队的包抄队员 满了半步 还有 射门了 这脚球 太高了 今天有些着急 18号周海宾 台比 这个换下 这个上场比赛 发挥一般的哈塔比 马达维基亚 他几名一辆队球员 对他印象也是非常深 一辆队的两个球员 做了一个配合 把中国队用进攻 和这个防守以后的 这种反击连接球 郑志在反 郑志被突破了 郑志回身 拉了一下 对方的球员 如果 已经是得牌了 得了这张牌之后呢 郑志将会缺席下一场 中国队和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 又是李伟峰 成功的断桥 向前在带 突破了 向进区里再走 李伟峰被绊倒了 小嘉一掩护 小嘉一掩护 集体 郑志 漂亮 漂亮的一角射门 这是周海斌吧 周海斌的一角射门 中国队的这个定位球啊 还是组织的非常 有想法 有想法 很有创意 小嘉一 跑动掩护 王栋 和球点给郑志 郑志这个球停的不错 再传 后点 毛建青 射门 漂亮 2比0 中国队在这次边路进攻当中 是由郑志 把球传到了门前 是毛建青 挺好球之后 一角扫射 把球打进了球门 打出了一次 非常漂亮的边路的配合 王栋 把球给了 郑志 郑志横传 嘉一在前点是虚晃了一下 小嘉一没有抢到这个球 但是呢 已经干扰了对方的防线 等到 凯比再向这一侧移动的时候 已经晚了 毛建青已经停好了来球 一角扫射 停也是非常好 这个球毛建青 这角球没有长好 看准了再传 投球 凯比 毛建青 哎呀 毛建青这一下 自己脚下滑倒了 危险了 哦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球还是被哈什米安 传到了门前 但是中国队的几名队员 而且尽量减少这种位置的失误 哎 危险了 李雷雷非常漂亮 李雷雷这次出击 非常的果断 好球 哎呦 这个球应该是一次合理的冲撞 从我们的位置看上去 非常的明显 不犯规啊 裁判员 还是叛递也会犯规了 你看 这个球 孙继海 一个就是一两队的二号 马达雷基亚 一波一射 这脚球进得很漂亮 一两队在上半场比赛 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 扳回了一分七号暂敌 来看 中国队 只注意了在禁区内的防守 对手的这脚射门 左脚攻门也非常的有力 嗯 角度也是很刁 而且球速很快 非常快 这上半场我们在 危险 哎呦 他的这种特点呢 也是比较鲜明 就是 大范围的跑动 比较积极 而且防守能力比较强 摩巴利过了身体海 危险了 这脚球 中国队 幸亏是李月锋 投球 定天了 中国队没有防住 这个球呢 打到门前蹭 现在要求韩鹏啊 加一这活动范围要加大了 尤其是防守当中 要给后卫线和前卫线提供帮助 中国队现在可以说是全民防守 射门 这角球打得很突然 李雷雷 把球挡出了底线 伊朗队换了两名球员 危险 危险 投球 将比分扳平了 6号内魂南 将比分扳平了 这是 比赛进行到73分钟的时候 伊朗队 中国队 2比0领先 现在再次被对手将比分扳平 应该说我们对对手的这种变化 应对不够及时 并且呢 我感觉 似乎我们在换人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周海斌 郑志 这角球转移的不错 挺好 竹庭 还有机会赵旭日 哎呀 赵旭日的这角生门打得非常的 应该说是打得很漂亮很漂亮了 这是中国队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反击 赞迪莫巴利都是站在了球的前面 对 射门 球打高了 后点 有机会 再打到后点 投球 投球 能这样把球拿到了 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了 中国队是和伊朗队打成了2比2平 对中国队来说呢 我们有过一个梦幻般的开局 但是在下半场比赛 快要结束的时候呢 犯下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被对方抓住了 扳回一分 而在下半场的中国队 确实打得太被动了